最新消息 桃園歸山知名的微天宮 在今天晚間八點半左右傳出了火警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大火直衝天際 幾乎是照亮了夜空 濃煙也不斷地從宮廟的建築物裡面冒出來 警消貨爆之後 立刻出動了二十六車六十六人 到長部水縣來灌救 幸好目前並沒有人員受困傷亡 而火勢也已經在十點十二分撲滅 而微天宮的官聖帝君神像 是北台灣最大尊 這場大火造成多少的損失 還需要再評估 詳細的期貨原因也還需要繼續的調查